來,George 你覺得哪個背景比較好 我覺得右邊的背景好像很可怕 兩位做了大明星 還光明正大忘女生? 不是… Hexo… Anson… Marco、Anson… 你做甚麼 光明正大 女兒? 不… 做主持 認識… 快點開始吧 速度吧,Man 今天我們會說速度約 開始吧 好,今天歡迎在速度約會界 帶來六年有紅娘之稱的Yubi 大家好 想問Yubi為何會從事這個行業 因為我本身也是成功的例子 我之前做傳媒行業 發現很多香港人都是公事有場 職場性別單一化 上班的地方全都是男生、女生 其實很難認識 所以想開公司幫助香港單身男女 聽聞你是否成功處合過幾百人 對,已經是幾百人了 公司有很多成功個案 所以這個行業很有滿足感 好,在討論今天的主題前 不如我們試試觀摩以下這場 一對一的Briant速度約會 今天我們邀請了 《造星III》的Dilis,發名Sophia 和發名Alexandra的《造星2肥蜂》 一起來進行這場 不見樣的速度約會 你好 你好,你叫甚麼名字 你好,我叫Sophia 祖宜,我叫Alexandra 你平時有甚麼嗜好 我喜歡行山、煮食 你喜歡吃東西嗎 我喜歡吃,不然我不會那麼健碩 而且我也很喜歡戶外活動 因為我喜歡露營 露營嗎?我可以露營 你還可以嗎 對 你是甚麼星座 我是獅子座 獅子和人馬很合格 你屬甚麼 你計算吧,我26歲 你應該是屬於…屬於我的,對吧 我… 屬於我的,對吧 這個速度約會那麼準階 對 你喜歡跳舞嗎 我也喜歡,我喜歡跳舞 非常喜歡 對,我也很喜歡跳舞 我們可以排著雙人舞 出去打比賽 打比賽? 你覺得自己有甚麼性格 好、不好的嗎 我的性格很自由奔放 而且我很喜歡到處去 你個人是喜歡到處去玩嗎 就變成很熱愛自由 你會太喜歡出去玩嗎 不會,我又不喜歡喝酒 但我喜歡跟一個很喜歡的人 一起去玩 可能駕駛車也說車好 但我又真的不喜歡喝酒 我們可以聽歌 去沙灘看星星,很浪漫 好像很浪漫 但我喜歡有時在家休息一下 工作很累 沒問題,你可以休息 我可以開電視機 讓你看ViuTV的《全民造星》 你去看我吧 然後我也可以煮菜給你吃 這樣很容易猜到你是誰 當然,我這麼英俊 你也猜不到你 好,肥蜂,冷靜點 我們現在正式完成了 我們現在慢慢拉開窗簾 你先在背面… 特心 轉身與黃交不到 對 一片真誠與真心 華麗轉身 華麗轉身 送給你… 一來就這麼貴重的一份禮物 我的肥蜂 我叫Dilis 你好,我們已經見過了 對,我們已經見過了 很開心 好了,剛才的速度約會已經結束了 來你的賽後討論 很緊張 我想問Dilis 你看到肥蜂這麼進取時 你有甚麼感情 這個人… 很瘋狂 究竟是太興奮 還是太飢餓 飢餓… 飢餓… 為何會這樣 其實為何我會這樣問 你嘗試放大一點的問題 看看她怎樣回答 如果她真的很害羞 我覺得她應該是一個很保守型的女生 你就知道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而且我們今天拍攝節目 當然不會大一點 我想問Yobi 對於她們有甚麼評價 做得… 其實也很難怪女生會有這個感覺 因為其實在速度約會中 男生毫無底線地附和女士 其實是一個大忌 無論問她… 你喜歡嗎?我也喜歡 你喜歡吃蛋撻嗎 我也喜歡 你喜歡吃,我就會吃 其實是大忌 會讓女生覺得很後擔 很無底線 究竟你的人是怎樣的 但有些事情做得很好 就是她們很開朗 會發問很多問題 亦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 有回應女生的答案 但我看來無底線地附和女士 就可以說一點 好,明白 我知道Yobi是一個速度約會的搞手 怎樣幫客人找對象 第一,就是速度約會活動 有大小小的活動 我們最大型是搞過過千個單身人士 一起跑馬拉松也有 這麼多人分黨? 馬拉松… 這是愛情場跑 亦有單對單約會 傳統一點就是看相片、看適合 了解對方的背景 才決定約對方 如果兩人都覺得對 我們便會幫她安排 可以有多少人一起約會 例如較少人的 有六、八、六、六 都是喝喝、喝、喝 有些酒精品之類 亦會有一些食品的經典 例如做蛋糕、甜品、馬卡龍 都有的 有30、40人 在疫情前 以前我們會舉辦過百人的飲食派對 一晚可以認識到很多單身的異性 所以想想一場活動 我們當是認識15個 10場已經認識150人 當然會選擇一個適合自己 如果做速度約會 那些客戶需要付多少錢 如果是喊吵的 100多元也可以 如果是晚餐的話 可能是400多元 如果剛才說單對單約會比較傳統 看了相片、了解背景後才約會 大約是1000元認識一個人 我問是否會成功 我們會有很多… 不成功不成功 沒錯,我們會有很多配套 令你成功 例如有約會技巧班 形象提升班 亦會有戀愛諮詢等 所以很多朋友來到 基本上有心找到 一定會找到 作為一個教練,怎樣配對客人 其實每個朋友來到 都有他們不同的疾友條件 我們當然要了解他的疾友條件 同時也會找到一些異性 正正在找到他這個條件的人 去進行配對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會為他們做一些 狗型人格分析 告訴他們 其實這個女生的真實性格是怎樣 例如表面看起來很厚 可能很友善 原來內心很有主見 也會有一點硬性 從他們內心的性格去做配對 就會比較準確 我想問,有甚麼人是最容易撮合的 最容易撮合的就是很有心找 不要那麼硬性的人 對 你夠了 對,因為有些人 其實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好 但如果有些硬性就會比較難 彈性沒那麼高 例如我說,你這個人挺沉悶 你嘗試培養一下幽默感 看多點書 看看怎樣去找多點話題 如果他跟我說 我是這麼沉悶的 你找個接受到我這麼沉悶的人 這些要打他出門口吧 這些比較難找到 如果那個人本身也很開朗活潑 又願意接受他人意見 又願意配合一起進步 真的會很快找到 我想問,會否有些很難處理的客人 可能去了很多次速度旅行都不成功 他的職業可能是核素師、精算師 他們認識了之後 根本沒有時間約一個女生出來 或者那個女生找他 很多時候單機都沒時間回覆 有時候我們做訪問 其實有幾個女生都說 跟你最初談得不錯 為何約你都找不到 他說,我真的很忙 我真的沒辦法擠到時間出來拍拖 所以找來找來找不到 反而是因為太忙了 約一個很忙… 他會問年紀最小的,18歲才參加 對 最大呢?有說嗎 最大,我們有一個男的會員 就是63歲 中年人而已,正是63歲 63歲 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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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人最吃香 最多人選擇 或者最容易找到的都是一些專業人士 例如老師、工程師、會計師 這些比較香 女生最受歡迎的就是 本身外形看起來是大方得體 性格亦很開朗活潑 因為你問10個… 我也喜歡這些 有的10個人都喜歡開朗活潑的人 好,很感謝Yubi的專業意見 我們回來說紮偶條件 待會見 Oyubi的專業 某天白頭 魔供犧牲也不怕 為甚麼你選他不選我 你要說正愛情 愛上抱人哪個過程 愛我才有潔癥 他就沒有這補情 採採眼睛 採採眼睛 看我眼睛會更清醒 惡哪怕窮環遊世界 帶你向風景 願跟他比賽 必供他戀愛 望向你未來 你也其實改才 走跟他比賽 大敗打之愛 若是愛天才 敬佩 未怕過 整個世界有公義吧 大惡吧 我想你會有膽子踏 如今在下 立刻想去你的心花 會換來做花 愛 能補星身價 愛 願跟他比賽 必供他戀愛 望著你將來 過去已經不造人 玩具拋開 再見悲哀 挑選我不須再跟他比賽 為曹豐你後代 傷身在先開 你選誰 好,謝謝Benson和肥豐A 為我們男士唱出無奈 厲害 說起二世組 其實多麼女士在速度約會時 會想吊金龜 我真的要為港女平反一下 因為我發覺香港女士 是最願意跟另一半捱 而且他們會覺得,例如我賺三萬元 我想找一個對象 其實跟自己差不多 便可以 他們的出發點是想維持自己的生活質素 不要跌倒太厲害 大家都賺那麼多便可以 客人會否有很無理的要求 有的 因為有些朋友說 我覺得自己的宅偶要求很貼地 其實怎樣檢視自己的宅偶要求 是否貼地 還是你們 其實要想想 我喜歡那類型的女士 其實她究竟喜歡甚麼類型 會否喜歡我這種類型 亦有出現過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位60歲的男士 上來諮詢 他拿了一大堆的展報 就是鄭嘉穎和陳凱琳結婚 郭虎誠和Moky結婚的新聞 就跟我說,你看,別人可以找到 一個小自己二十多年的 這句話可以找到小自己二十多年的 我覺得Yubi,你也應該要幫幫我吧 他有誠意嗎 他不是英俊嗎 不是說我放下五、六千元 你變成老公給我吧 我放下一萬元 你變成老婆給我 其實不是這樣的 而在過程中 我們的角色好像合作 有一個拍檔的形式 一起努力走這條脫離單身的道路 錢是賣不到感情和婚姻的 沒錯,所以這也是挺深刻的印象 那說起擇偶條件 不如大家寫自己的擇偶條件,好嗎 我的擇偶條件最重要是大 待會再說吧 年紀大 直接 你為何偷看我一些東西 我想問Yubi 有聽過一些很方向的故事嗎 你想不到甚麼事 打韓了這麼多年嗎 有,因為… 例如有一宗令我很深刻的 就是一位男士上來找我們幫忙 他本身的職業也好,做生意 也高高大大,很英俊 他來到的時候 他說他的招離條件 就是女生一定要專一… 我就問他 你對上一段感情是怎樣完結的 原來那個女生 同時跟兩個男士拍拖 而兩個男士同時去談婚論假的階段 他們兩個男士同時在舉辦一場婚禮 就是跟他 他就在辦婚禮的過程中 去評估一下哪一個比較… 可能表現得比較有領導才能 比較豪爽 又或者比較圓滑 差不多到婚禮當天 他就決定選其中一個 做他… 對,就不是他 很瘋狂的 傻眼 很瘋狂的 如果真的走不出陰霾 有時再認識異性時 經常覺得對方會利起自己 而且會覺得對方會嫌棄自己 對,我真的很害怕 陰影 這個震撼教育 令我一輩子都忘記了 看來大家都寫完 不如由Benson開始吧 第一個是要… 真誠 我覺得大家可以溝通 而且對著大家也很誠實 第二個是開朗 第三個是有共同的興趣 很重要 因為我本身喜歡音樂、唱歌 我覺得如果有共同的興趣 大家可以在中間建立很多東西 好像有點貪心 加了一個燉號 我覺得首先要喜歡吃東西 因為我是一個超級喜歡吃東西的人 因為可以吃幾餐 同胞很喜歡找很多東西吃 所以這是我的興趣 他的興趣一定要跟我一樣 他會煮食,不就更好 加分 更好 再加一千分… 跟肥蜂差不多,我很想跟你做 我鬆一點… 更加鹹 更加鹹 對 最重要是孝順 孝順仔順 他對家人好 我覺得他將來也會對我好 爸爸,我對你好嗎 媽媽,你問他吧 你們兩個很像 他說你轉角遇到愛 你多轉幾個彎曲吧 這些是心有靈性的 我覺得人、心地好 你的人怎樣都要善良 所以我寫一個等同於兩個 第二個就是跟我一起長大 可以一起長大 一起建立婚姻 然後一起生小朋友 拖著一起去長大 第三個就是管倒我 我一個人馬組 我說他就去 我叫女人去,買機票也明天走 我暫時找這麼久 我覺得只有處女座 可以吃到我,不知為何 我希望找到一個管倒我的人 但只是管倒我而已 不是管理我 我的另一半一定要孝順我的家人 因為我將家人擺放第一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第二就是幽默,我喜歡說話 如果另一半是很安靜的 覺得很沉悶,有穩定的工作 因為我們做模特兒這一行 其實收入經常都不穩定 不穩定 反省 對,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另一半有穩定工作 可以揹著我 我就可以放心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看到大家的找條件很正常 而且我們公司大部分的客人 都在選擇這些 所以開朗、真誠、孝順 有共同興趣 有些古靈精怪嗎 我們這些千奇百歲的一千倍 有… 你有看嗎 我看見真的,我看見都超過 逐個跟你說 好的 第一個是父母相亡 第一個已經很荒謬 可能是她的事 細細譜 第一個很細譜 這個也不明白 第一個是開業這麼久以來 聽過一次… 有一位女生上來 想找這個對象要父母相亡 原因是她不想服侍老爺、奶奶 而且不想男生有家庭的負責 她不用給家用 她的收入和經濟 可以集中在她們未來建築的家庭上 第二個是不要住公屋 這些也有聽過的 但不太多 反而有時候女生說 其實公屋和私樓都無所謂 也願意捱,但有一小撮 就會有這個提議 第三,男士要求女生做了自己20年 剛才那樣 郭富城和摩卡 這些新聞令他們很有幻想 還有一些說不喜歡要獨生仔 或是獨生女 他們控制不了 對… 為甚麼控制 因為他們覺得… 第一個就被人打碰 跟人相處上會比較自我 會否擔心他們在世界中只有自己 不會太懂得體諒人 其實都是依照每一個人的 例如有七弟兄弟姐妹 都可以很自我,對吧 所以亦沒有關係 但要處女就是男士的要求 處女座還是… 處女座 我說座而已 處女座而已 這也是聽過一次的 這麼久以來真的聽過一次 就是想找A0的女生 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 兩個人都要說相處 好,再一次感謝Yubi 上來分享速度的趣事 明晚繼續… 囝囝女女730